我是陳夏明 有一些哀傷 能夠重建成更為堅固的房子 這就是那些乘客教我的事 独立出版界原則小金剛 陳夏明的文學著作 那些乘客教我的事 真的同車的過程 會遇到很多的故事 然後當我們面對 自己可能不喜歡的人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就眼睛別過去不看 我們反而更應該去看 因為當我們在看他們的時候 才會理解一件事情說 原來我們跟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那些乘客教會陳夏明的事 教會你 教會他 也教會我們 如果我們能夠多看他們幾眼的話 或許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差異 跟相同 那我們未來如果可以接納人家 然後可能會更簡單一點 意想世界專訪 逗典文創社長陳夏明 但你看已經遠去的時代 卻仍然存在的那些乘客 8月18號下午5點半 晚上10點半 鎖定UDN TV 意想世界